延续上周草屯国中排球男子队 在国中排球以及联赛决赛荣获季军后 柔道角力队在本周全中运登场 各个选手在场上努力不懈 频传捷报 家机不断 再次插量草屯国中这块精致招牌 我们很高兴我们草屯国中 今年参加这个107年的全中运比赛里面呢 在柔道角力的部分夺到的二金三银三桶 那我们的排球以及联赛 也获得了全国的继军 那这样的成绩其实都是 依靠我们学校的体育老师兼教练 那更难得的是我们的孩子们 这么努力的学习 那这过程当中 其实最大的困难是自己 能不能突破自己的一个限制 能不能继续再坚持下去 那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真的非常的辛苦 那恭喜我们的孩子 真的他们是我们的骄傲 透过家长的支持与选手平时的努力 才能获得两金三银三桶的夹击 我要感谢那个学校那么支持我们柔道队 要谢谢老师教练的低女照顾 这次躲下金牌 感觉心里想很开心 可是如果没有同学他们的陪练 我也不会站在这个舞台 我也是很感谢我们学校校长以及教练 很用心的指导 能够让我们这个学校的学生 有很优异的成绩 南投县体育会副理事长 检井贤议员也特地前来为这些选手加油及勉励 期许能够再接再厉继续争光 我们柔道有两金三银三桶 他的成绩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好 而且进步很大 我们特别要感谢我们李雄欣教练 平时他非常非常的用心 而且很认真 我们也希望说包括我们体育会教育处 所有的单位注重这个全民体育 让我们的成绩可以更好 而且更进步 这是我们最大的期望 最重要的还是要感谢两位教练 全心全力照顾这群选手 让他们可以在草屯国中 安心念书放心练习 如今有这样子的成绩 全归功于两位教练的用心 记者永胜草屯采访报导